今天介紹的是Web statement notification 以前我建議在電子化 建議是將電子化作成PDF 檔 然後用E-mail送給客戶 但PDF 檔一般來說的尺寸很大 收件人的郵箱經常會爆 所以我们更改了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不发布PDF 取而代之就发布一个通知 这个就是web statement notification 而这个通知 就可以在我们的伺服器里面 帮你们做的 也就是说 你们公司是不需要安装一个 mail server 只要每天 将 statement 推上我们的伺服器 我们将你的 statement 变成PDF file 以及送一个电邮通知的客人 就是告诉他 你有 statement 有交易的就会收到 没有交易的 当然 当日没有交易就不会收到 statement 不过 无论如何 客人都可以上网看 web statement web statement 会保持最近60天的 daily交易记录 以及12个月的 monthly statement 资料 现在我进去给大家看看 好像现在这个情况 我收到 email 就是说 我有个 statement 那意思呢 我就卡一卡一卡 连续 因为我的号码就是 A18 所以我打 A18 然后我登入 我看看我最近做过什么 例如16号 我看看16号 这张就是综合成交单和结单 大家看到 就是我沽了一些匯丰 现在我手上的存货在这里 这张 statement 的背面是这样的 和实际上印出来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用电邮来 send statement 而不需要附带的PDF file 那么电邮的负载便轻很多 亦就是说速度快很多 你们也不需要慢慢等它 send 然后你才可以放工 好了 今天的示範就说到这里